上回咱们说到老和尚要教年庚瑶吹修,这叫什么呀,这叫阴才师教。 阴才师教好说可不好办,你知道学生有这天分,你得发现了他,而且你的师父还有这本事,你得教他,才能把一位天才培养出来。 连耿瑶啊,我先给你讲讲这只销,像当年皇帝造月,皇帝让他的大臣灵伦,到泄西之野取竹子,取来竹子之后编好了,编得跟凤凰翅膀一样,长短步骑,都是竹管。 你瞧,现在咱捧的这声,两边都是竹管子编的,吹出来好听啊,就好像跟凤凰叫的声音一样,悦耳动听。 后来呢,取下一只管子了,用这管子吹呢,声音也非常协和,就管这只管子叫销。 你看,就是我手里头拿的这只九节销。 年羹瑶听进去了,其实年羹瑶非常聪明,吹销,三天就会了。 从打这天起,人俩就吹销,吹得真好听,等年羹瑶学会了,老和尚看出来了,他要烦,不能让他烦,马上改,改他吹什么,吹管子。 等过了几天,年羹瑶学会了,老和尚又改了,教给他吹笛。 然后教给他捧声,又教给他打唐鼓,教他打脑膊,教他打茶。 一样一样的乐器,年羹瑶学得真快都会了。 这回这书房可热闹了。 年羹瑶读书,怎么读啊? 俩手指头,处着自个儿到耳朵,晃着脑袋读,读不下去。 年羹瑶跟老师这热闹啊,而且年羹瑶心心不在内宅睡的,搬到书房来,跟老师住一块。 爷儿俩昼夜不离。 年大人还高兴呢,看起来这位大师傅是真高啊。 大人也想明白明白,年少啊,大少爷都不在内宅睡了,搬到书房跟师傅一块儿睡去了。 哎,老高生是高人哪。 高,真高,比老高都高。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? 奴婶说话您可别不爱听,老大人。 哎,我跟您这么说,将来您要跟老夫人死了,咱们家甭请和尚念经,咱们家就够一棚经,连房宴口都够了。 你这叫什么话? 您听听去? 年少陪着老园外来到书房外头,在月亮门这儿没进去就听见了。 好家伙,这爷儿俩呀,打上孬伯了,一边打孬伯,一边敲鼓还吹着乐器。 原位爷爷,您听热闹不热闹,是不是放咽口呢? 哎呀,我让他教我儿子读书,他怎么教我儿子放咽口啊? 谁说不是呢? 哎呀,刚才我可跟您说了,明儿您死了甭请和尚。 胡说,这不是把我儿子学业耽误了吗? 我也这么想啊,可是我不敢说呀,那他这些锣鼓刹都从哪儿来的? 原位,您问我,我问谁去? 您跟大师傅说好了,只要大师傅写条,您就让我给买。 奴才,奴才不敢违背,是一样一样我给买来的。 嘿! 您大人呲牙咧嘴呀! 怒气冲天,老和尚你耽误了我的儿子呀! 腾腾腾,老大人气冲冲往这书房走。 年省心说,和尚,这回你热闹大了。 您老想在我们家念经念长了啊,办不到,我们家老大人有钱,不能老花这一万钱。 没想到这位老爷子往里走了两步站住了,想了想,往回转身,念溜溜往回走。 年省心说,我们这老爷子怎么了,虎头说歪呀。 大人,您怎么又往回走啊? 就让这老和尚在蒙咱们。 年省啊。 老师傅跟我三件事相约。 我已然答应。 只要写条子出来,你就给买供应无缺,别的,你甭问也别管。 嘿! 年省心说,这和尚吃你,你心里痛快。 那老道吃你,你心里更痛快了,明儿姑子来吃你,嘿! 你能尿瓣,高兴啊! 什么好变卡! 年省也不能问了。 嘿! 不只是乐器,年庚瑶都学了。 这个老和尚教给年庚瑶养花养鸟,刻戳子调印泥。 各种赌博。 年庚瑶是真机灵全会了。 最后,老和尚又开出一条来,让年上去买去,多大的尺寸,什么样的大枪? 年庚瑶在这儿等着。 年西瑶呢,是好好读书。 大枪买来了,年庚瑶跟老师,依然分不开了。 老和尚接过这条大枪,在院中噗噗噗,一缕大枪。 枪杆颤了,枪尖就圆了,走开行门,迈开步也一练那条大枪,这条大枪在老和尚手里撒了话了。 年庚瑶,年庚瑶眼都直了。 老人家收住招数,把枪往院子里一立,迈不进屋了。 年庚瑶跟着进来了。 师父,您会武艺。 哈哈哈哈,弥陀佛! 威师不会武,而是精通武艺。 精通文学,文武两科都好啊,可惜啊,没有一个传人呢,我想把我这身能力传给他,将来使他居万人之胜,让他文能提笔安天下,武能提刀定太平,成为国家的干城之将,动梁之才。 师父,师父,弟子愿做您的得意门生,您把文武两科交给弟子吧。 庚瑶啊,威师随有此心。 我得跟你说实话,你这孩子聪明影物,超人的天赋,这是威师喜欢的,可是,你的缺点是爱而不专。 这东西你喜欢,学会的时间一长,你不愿意望深研究他的奥秘。 望旁边一扔,你只能观其大略,这可不能成大事啊,充其量只能落个多学少成。 你们家世代书乡,你父亲官居一品,应当有个客少祈求的主。 你的兄弟年细有众人之资,不能成其大事,非不高,也跌不重。 可你啊,确实是一块很好的材料。 正如你父亲说的,欲不灼不成气,空是一块美欲。 要不把他啄出来成为一剑真丸,他不能成为美气啊。 好啊,你要让威师像教圣馆迪销那样教你大枪,威师是绝对不教。 老先生什么意思啊? 老先生说了, 你们家旺下传,应该有个客少祈求的主,说的就是你连羹摇。 这棋是打铁的家伙。 你要是打铁,你得有个好徒弟。 你呢,不光打铁,你得学会了会作博去。 连公之子,必会作囚,也就会作皮奥啊。 您光做一个大一,那不行,得能做活里活面的皮奥。 老和尚对待年庚瑶说,你要成为你们家客少祈求的主。 年庚瑶明白了。 师父,您再给我讲讲为什么。 我告诉你,我教会你骑射,大不了你是张飞赵云之辈。 你能成为诸葛丞相吗? 你要打算跟威师我学能内,你必须学出诸葛亮的本事。 你不能光学血沾长板坡的赵子龙。 你也不能学张牙舞爪的张飞。 啊, 为相可以, 为将不成。 因为你家世代书乡里父亲官居一品,你就应该成为文武全才,为相之才,来继承你父亲的事业。 师父, 我愿意学, 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。 师父, 时间再长,只要您教我,我就愿意学。 好, 口腰硬心, 正式拜师。 您更有, 请老师写好了五圣人的牌位, 又给老师磕了头。 更有啊, 咱们五圣人的老师, 你知道吗? 我不太清楚。 我告诉你, 五圣人的老师, 正是前七国孙庞道志, 后七国越狱伐奇的, 无极真人孙斌。 他是鬼谷子的徒弟, 鬼谷子可是战国的大军事家呀, 孙斌就是咱们的祖师爷呀。 我明白了。 好吧, 从今天开始, 咱们单日习文, 双日习武。 单日习文, 是年更摇, 年西摇个儿俩。 双日习武, 就是年更摇一人。 这样, 每天二五圣的功夫就搁上了。 光金四肩日月穿梭, 十年, 年更摇十八角了, 大高个儿, 小伙子浑身是劲, 一身的好武艺, 一肚子好学问, 满腹精伦。 年西摇也读出来了。 这天, 师父跟年更摇一块儿吃饭, 吃完了饭, 应该练功了。 老和尚没站起来, 更摇啊, 今儿咱不练了。 怎么了, 师父? 把你父亲请来, 我有两句话说。 您刚摇规规矩矩到了前厅, 面见父亲。 年大人一看我这儿子呀, 跟从前是判若两人。 儿啊, 有事吗? 师父请您去, 有话跟您说。 哦, 老大人明白, 这位高僧教我的儿子, 是游血隐正, 因事利盗。 真把我儿子调教出来了。 那老大人感激的是, 无以名状, 来到书房, 攻身一礼, 高僧啊。 犬子说您呼唤下官, 不知道老先生您有什么吩咐, 真尊敬老先生。 原外, 当年我曾经跟您提过, 焦令狼以十年为限, 日月如流, 已经十年了。 令狼刻苦用功, 没耽误着十年的岁月, 功夫和学问都出来了。 老原外, 我可该走了。 老原外还没说话呢, 年更要扑通一下就跪下了, 眼泪出来了。 师父, 难道说弟子要慢带师尊之冲吗? 您老人家为什么要走? 孩儿啊,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? 我必须得走。 江南我还有事呢, 这个你求也没用。 来的时候跟你父亲讲好了啊, 再说我教你也没得教了。 你起来。 年大人, 耕摇西摇都出自老僧之手, 西摇只是一般的才华, 耕摇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。 我以文武两刻之意, 传手于他, 我是倾囊而赠啊。 高僧, 我先谢谢您, 您一定要走, 我知道您是个出家之人, 甚如咸云也鹤, 我留也留不住您, 明天我给您进行。 第二天, 老园外准备了一桌风风盛盛的素席, 请高僧吃饭。 银四个作陪, 园外爷, 老管家, 您更有, 您西有,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, 老大人一躬倒地, 高僧, 蒙您的春风话语, 将来能是如此成才, 不但深受者感得乌鸦, 就是老父也成恩不欠啊。 弥陀佛, 大人过奖, 令郎才华出众, 也是您二老夫妻之荣, 年门的得后, 贫僧何功之有啊, 但愿他将来, 除凤生与老凤生, 历朝刚正不阿, 做一个清廉之官, 你也高兴, 贫僧也高兴。 高僧, 您说得太对了, 年更要跪倒在师父面前, 师父, 你一定要走嘛。 孩儿啊, 你我师徒远近于此, 我到江南要办些事情。 师父, 十年, 师父与弟子耳鬓思摩把文武两颗记忆相传弟子, 尚不知恩师, 尚姓高明, 十年来老师不言, 弟子不敢动问, 临别再寄, 您还不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们一家人吗? 更要你起来, 我告诉你, 为师我俗姓, 姓顾, 名起自肯唐, 人称东山献手, 出家的名字我叫宝如和尚, 我自个儿起的名字叫赖头僧, 不瞒你们父子说呀, 我也是十年寒窗苦铁验磨川, 但是我进考场, 连考了三次都没能入了学, 这就是不愿文章高天下, 但愿文章重视官呐, 人家考试的官员看不中咱的文章, 这叫文道福布志, 所以我师意灰心, 出家为僧, 我不考了, 云游四海, 我到处为家, 走到江南, 巧遇江湖武林两位出家的仙长, 他们是江西省贵西县卧虎山上, 御顶御皇冠的两位冠主, 一位是谭秀清居吴姬子上道明, 一位是爱连军士太义剑客和道员, 哥儿俩爱我的文学, 我喜欢他们哥儿俩的武学, 我打算拜他们二位为师, 两位仙长不干呢, 受我作为师弟, 为师把文学相赠, 他二人把武艺相传, 我们之间取之长不知短, 几年之后, 我离开了江西, 闯荡江湖至今几十年了, 落出这个号来, 叫保路和尚, 贫僧我这回北京就地重游, 我在一个茶馆喝茶, 听了一些闲话, 这些话呢, 也就不便对你父子说了, 不, 年大人抱权兵首, 高僧啊, 交子十年, 您是耕尧的恩师, 有什么话, 你一定要讲出来, 让我们父子也明白明白, 好吧, 这时候年耕尧才站起来, 老和尚才把自己, 为什么上年府应聘的事, 说了一遍, 老和尚回北京了, 在东单口外头, 一个茶馆那喝茶, 那茶馆里喝茶的, 高堂阔伦呢, 北京人到茶馆喝上两碗茶就开聊, 先说地后说天, 说完大塔说旗杆, 海子城门骆驼像, 什么大说什么, 老和尚听有人说, 嘿, 听说了没有, 口里头, 嘿, 这年大人哪, 可以说他们家德性高差的,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, 闲谈莫论人非, 你说这干什么, 说这干什么, 你知道吗, 他们家那位大少爷, 把两位先生都赶跑了, 一位先生用鞋子给遮跑了, 一位愣给滚到茅房里了, 滚了屎蛋了, 人家先生要告年大人, 幸亏年大人说好的, 不然的话, 那官司就打上了, 真的, 那还有错, 真没想到, 年大人清官一辈子, 养活这么一个桀骜不幸的儿子, 怎么能成才, 别说别说, 你看, 来了, 喝茶的全都往窗户外这瞧, 老和尚也瞧啊, 就有打东单三条里头, 走出来了, 谁呀, 年哥谣啊, 老和尚一瞧, 这就是年大人的儿子, 桀骜不驯的这位, 这小伙子好顺帮啊, 老和尚瞧着呢, 这二位又聊上了, 看见没有, 这小鸟又没龙头了, 满街跑, 谁敢上他们家当西宾去, 宝如和尚仔细观察年庚谣, 心说教他的老师没能力, 这是一批千里矩呀, 可惜呀可惜, 老和尚又一想, 我闲着也是闲着呀, 我要把这些功夫放在他的身上, 要把它调教出来, 他可是栋梁之才呀, 所以老和尚才到年庚谣家里应聘, 现在大人一问, 老和尚就把这事一说, 您大人, 我跟您见面之好, 您富能如物啊, 荣留贫僧在这儿待十年, 性不辱命, 我把令郎给承传了, 庚谣啊, 我走之后你当然要科举, 这个为师不拦你, 不过我得告诉你几句话, 牢记在心, 年庚谣又跪下了, 师父临别证言啊, 眼泪在眼睛里转, 恩师有欲, 请告结弟子, 孩儿啊, 你听我说, 老和尚十分严肃, 老和尚要祝福年庚谣什么话, 下回再说。